唯美,神秘又惊悚。 迷蒙又冰冷的气氛,如身在一场大雾。 虽有神秘与宗教元素,但最破廉的是对未知,不可知的恐惧。 挪威导演由我今天而已相当为台湾观众熟悉,可8月31日,我在奥斯路,记忆乍象都给我雷声大于点小,甚至是骚不到痒出的失落感。 导演感兴趣于当代生活的寂寞疏离,却没有提出深入的具体讨论。 但这次的魔女席马奔至少仍延续同样的关切,朱县的迷茧感也笼罩整部片,由我金提尔发挥她擅长的美学和气氛经营,令人惊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